好 還要告訴大家是睽違將近11年 央行在上週已經宣布要升息一碼了 台英從今天開始就會全面實施升息之後的新利率 在郵局的部分 預計最快明天也會同步跟進 當然聯動幫含郵局排告的五大政策利率 也都會在本週同步來調升 好 我們幫大家成理出來 像是教育部的就學貸款 從原本的0.9%將會調到1.15% 另外呢 是公教主潮的優惠貸款 從原本的1.31%也會上修到1.56% 還有營建署的購屋與修繕貸款 同樣也會調漲 另外調漲的還包含哪些呢 您可以看到包含勞工的紓困貸款啦 還有勞動部青年安息成家購屋貸款等等 好 現在大家都說房貸1.5%的地板價 將會成為絕響囉 因為其實啊 包含學貸 信貸 車貸 還有信用卡循環利率都會受到影響 另外50欄也要調漲了 電源快手製作飲品 天氣變暖 民眾來杯手搖引消暑 不過連鎖品牌50欄傳出 中區的產品即將漲價 來到店門口公告寫著3月21號起調整飲品售價 有店員私下透露 預計全品項調漲5塊錢 但在這個月初50欄北北基地區早已漲價 如今中區也隨後跟上 少喝一點 一個禮拜少喝一杯吧 整體的市場都在漲 你不可能 平凡無故說大家都漲 然後你不漲 你會感覺自己沒有賺到那一切 但不止50欄 看看其他品牌 情形符全早在去年底 已經調漲部分飲品價格 平均漲幅一成 另外像是COCO 則是全品項漲5塊錢 迷克夏在上個月 包括有紅茶 綠茶 拿鐵都漲5元 平均漲幅一成 同時也調漲部分產品 原物料都漲價 人事成本如果也增加的話 漲價沒有幅度太大還可以接受 因為現在原物料上漲的關係 我覺得漲價是正常的 手搖引掌聲響起 現在民眾想喝杯飲料 又得多掏點錢 也讓小資族直呼 荷包又要縮水了 記者連家慶 王百英 台中採訪報導 如果您經常晚上睡不著覺 您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 氨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折扣碼 CTI 717 若餘幫你來打折